1960年,毛主席带着部分的经济学家在杭州去读苏联政治经营学教科书 就是读斯大林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著作 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讨论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资本化中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毛泽东是有深邃洞见力的 就是任何的资本化过程中有它的好的地方 因为工业化的前提是必须完成对生产要素的资本化 包括土地 有它的正面的意义 但资本本身马克思看的是透彻的 它会异化一切 所以马克思提出来 这个资产阶级不是胎生 不是卵生 是化生 而且就化生在我们的党内 当我们的国家 中国在1949年开始完成土改和工商业改造的时候 中国就变成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国家 国家资本不可能由人民直接掌握 只能由代表人民的政府来掌握 那么这个政府 它是一个具体的和现实的 政府肯定是由政府的官员领导同志们组成 那么领导同志当他触碰到资本的时候 异化就将不可避免的发生